好 继续再看到由文化部指导台东生活美学馆主办的花东漫画记 邀请了敖又翔等七位的知名漫画家 10月份在花莲的文创园区展出经典系列的作品 那么也集结了数十年来台湾漫画的精选集 那么漫画名千万不要错过 由文化部指导台东生活美学馆主办的2020花东漫画记漫画购有趣 11月10号上午在花莲文创园区由七位台湾知名的漫画家合作 以音乐 漫画 马拉松表演为花东漫画记揭开了序幕 台东生活美学馆馆长李奇崇表示 漫画除了作为载体更是多元项目 希望未来有更多漫画活动可以在花东来进行帮助花东的发展 因为奥老师的关系 所以我们号召了有七位的漫画家在这边做展览 那在第七棟这里刚好是奥老师漫画创作四十周年 所以他把奥老师一系列的作品都在这边做呈现 那其中有一个比较感人就是说 老师跑了四千公里四十所的小学 那其实不止这些 那老师也做了很多这个种子培训 也邀了很多国际上的 甚至那种好莱坞籍的漫画家来这边 那我们一直觉得说 其实以花莲这样子丰富的文化内涵 结合这种漫画技术 其实很有机会成为一个很重要的基地 未来希望说在这个基础上 一方面扎根 一方面做好人才培育 希望对我们整个台湾的漫画的发展 能够起一个扎根的作用的 近年来深耕花莲的漫画制神敖又翔 也特别邀请到多位国内知名漫画家 为这一次展览创作出更精彩的演出 我们汇集了很多名家的作品 当然也包括我四十年的一个特辑的展出 可以看到许多年代的不同的版本 那也把我四十年来创作的造型 做了一个有计划的一个展出 比较有系统的可以看到一些漫画的发展的历程 欢迎花莲商星朋友多来看一看 认识一下我们台湾漫画的创作 2020花东漫画记即日起到11月29号 在花莲文创园区的六七栋联合展出 适逢敖又翔创作40周年 除了个人工作室大公开 还把台湾第一个行动教室 乌龙院漫画小八开进展场 在展区内还到处有乌龙院经典角色 陪伴着观赏者 主办单位特别邀请到六个各剧风格的本土画家 包括了齐儿、徐木迪、黄虫哥、夏宜兰、龙轩、杨成达等实力派的漫画家 华丽的展览阵容更让民众一保眼福 充分体验到原创漫画的魅力 介络会欢迎视报导